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有人一直在帮助着他 只不过他不知道也看不见罢了 就如同唐僧取经时 明着是师徒四人外加白龙马 实则还有三十九位神仙 日夜值班在背地里保护着 说有人在背后操控 有这么几点理由 一 为什么他每遇到人生困惑时 总有老猴出来给他指中 这老猴还真是无所不知 孙悟空想学长生不老术 老猴子知道去哪里学 学成归来后 没有合适的兵器 老猴知道水莲洞下面就是东海龙宫 这难道不可疑吗 孙悟空是怎么当上美猴王的 不就是谁也不敢进水莲洞 他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猴子才上位的吗 既然猴子们谁都没进过水莲洞 那老猴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 二 老猴告诉孙悟空学意去远渡重阳后 猴子做了个竹法 带了些水果就上路了 我们可以想一想 对于一个小猴来说 能凭一个竹法子过两个大阳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随便一个大浪就打翻了 这说明他暗中有神仙相助 三 孙悟空在来到方寸山脚下时 有侨夫唱歌故意给他引路 我们知道要办事求学 那必须是学医上主动找老师 老师还不一定收呢 这倒好 老师反而怕学生找不到路 孙悟空在达到三星洞口时 菩提更是派小童亲自去迎接 四 孙悟空被开除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显摆 这充其亮眼 就是批评一下就可以了 菩提还说孙悟空日后定生不良 菩提既是可遇之未来 明知孙悟空会惹是生非 为何还要独独传授给他独门绝技 五 对于不屑一事的一个猴子精 千亭为何要进行招安 要知道想进入千亭体制内 没有时代亲戚的背景是不可能的 第一 体制内讲的是群带关系 岗位紧张 不会通过人才引进机制吸纳人员 第二 孙悟空是下界妖怪 更不会无缘无故直接吸收 就好比有黑社会背景的人 会让你去考虚警察吗 那么 如果是有人在背后操控 他会是谁呢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从西游记来看 孙悟空后来是被如来控制为佛教团队服务的 对佛的妖怪主要是以太上老君为后台的 所以很多人会想到 是如来在背后操纵了孙悟空的前半生 可是动机是什么呢 总不会是 很久很久以前 如来就策划西天取经计划 选择了孙悟空 一步一步培养他 然后又让他大闹天宫 然后我编不下去了 因为剧情太混乱了 假如有人操纵了这个世界 那他的目的就是要借孙悟空之手威胁天庭统治 成功就成功了 失败了和自己也没关系 我就不卖官子了 我认为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太上老君 论据如下 一 菩提老祖传授孙悟空本领时 比较杂乱 一会儿学岛 一会儿学博 学习道家知识的目的 主要是了解八卦原理 为以后进入八卦路 备恋时 知道躲在哪里安全 二 菩提老祖为何教完孙悟空本事后 立刻和他话听界限 一点师徒情面都不讲 反复强调日后不许提到他的名字 否则就弄死孙悟空 如果真像菩提所说 是怕孙悟空日后惹事 那最多也就是名声上不好听罢了 至于说那么狠的话嘛 更何况还什么都没发生呢 只有一个解释 菩提老祖参与了一个大阴谋 日后孙悟空造反成功了他是功臣 不成功的话 如果孙悟空说出本领是自己教的 玉帝还能放过他吗 三 孙悟空在天上偷吃盘桃 喝个大醉后 为何不知不觉去了太上老君的家里 老君的仙丹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不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原因就是太上老君 说法把他引到自己家中 又给其加了满血 使其战斗力爆棚 这样才有可能在造反时取胜 四 在捉拿孙悟空时 观音想拿净凭助二郎神一臂之力 老君见后急忙腐拦 因为他知道观音那玩意可厉害 要是砸下去 有可能猴子性命不保 老头子拿出自己的金刚镯 我轻轻砸了猴子一下 猴子一愣神的功夫 被二郎神抓获 我们听听老君是怎么和观音说的 说人家的瓶子是死的 怕打碎了 这不是笑话吗 观音的瓶子是说碎就碎的吗 其他人也许真的当成笑话听了 也或许根本就没功夫去想老君说的这句话 五 捉到孙悟空之后 一般的兵器已经伤不了他 老君为了再打造一个更加无敌的战神 主动提出要用八卦炉来炼孙悟空 如果他真想整死孙悟空 反正 炉子也不着急烤地瓜 又何必去打开呢 理由就是 四十九天的真火锤炼 已经将其炼成一个金刚之躯 可以执行任务了 孙悟空出炉后 一路所向披靡 眼看就要攻陷天庭 如来突然出现 用哄骗的手段 制服了孙悟空 平息了这声暴乱 这个剧情反转 恐怕是太上老君没有预料到的 如来也因此名声大噪 更为让老君不愿看到的是 自己费了那么大力气打造出的棋子 被如来控制了起来 后来又用紧箍咒控制了孙悟空的心智 教其老老实实听话 看着自己的棋子变成了敌人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派自己亲信下剑 破坏如来的取经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